負資產危機隨時殺到,樓價今年經歷多重打擊,特別是在樓市辣椒的嚴控下,市場欠缺炒家,令物業市場流通量大不如前,再加上疫情下的出入境限制,及疫情造成的經濟下行。 代理形容香港樓市猶豫,一談死水,欠缺正常的流動。 過去兩年入市買家主要以本地上車需求為主。 根據中原大數據資料顯示,10月首9日,十大屋苑僅錄得20宗登記成交, 較2003年8月同期的116宗小百分之83,較2008年12月金融海嘯的130宗小百分之85。 其中海宜半島及例港城更錄得0登記成交量。 反映現時樓市的活躍程度較沙市及金融海嘯時更差。 若以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於沙市及金融海嘯最低位當月作比較, 創造型於2003年8月創歷史,新高31.77! 而於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,錄得最低位2008年12月的56.71, 最新一期CCL報170.62,較沙市及金融海嘯分別有4.4倍及2倍升幅。 但成交量卻跌於八成。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, 今年3月起,美國已加息五次, 香港亦於上月調升最優惠利率0.125, 再加上各項經濟數據反覆向下,股市波動, 買家入市信心不足,令物業市場成交進一步萎縮, 9月份一手僅600餘鐘,創半年低,發展商見市場氣氛冷卻亦不敢貿然開賣, 本月首九天,一手6120餘鐘, 陳永傑料本月一手成交與上月相約, 約600餘鐘,二手市場依然低迷, 約月中公佈的施政報告,欠缺對經濟或樓市的刺激措施, 十大屋苑成交或會跌低於100宗, 創一九年八月,十七個月身低。 陳永傑又指,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, 於今年內以六得與一成跌幅, 以重返2019年二月水平, 而近日成交個案皆須竊釋讓, 相信不少業主為了套現,也不惜竊釋讓轉手。 陳永傑指,樓價下條與一成, 不少近年以高成數案揭入市的買家, 已陷入負資產危機。 而低迷的成交量已證明樓市已進入冰河時期。 早前為了刺熱樓市而推出的辣椒已不合時宜, 於樓市,發冷時仍堅持給予退消藥, 將令樓市病入高坊。 太古城十月首九天錄得一宗登記成交。 中原東山角資深區域營業董事趙雄運表示, 由於平盤及減價放盤, 易於較早前消化, 現時持貨大部分業主極具實力, 不願大幅減價,以至買賣雙方持續拉鋸。 代理指,沙市及金融海嘯期間太古城也曾按月錄得個位數字成交, 現時業主實力較強, 供滿樓業主供滿樓比率達高達66.1%, 加上有壓力測試作為保護網, 因資金不足而斷工的情況較為罕見, 實力業主叫價企硬。 現時高息環境下投資者, 或考慮其他投資工具, 未必以投資物業作為首選。 又提到,股市大跌及俄烏戰爭等增加不明朗因素, 賣家入市信心不足, 維持觀望。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